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这就是物理的声音部分 声音 英文怎么说呢 第一节 什么是声音 知一这个不用说 因为我们天天就能听到声音 但这里你要知道的 声音和我们上一节课讲的热是一样的 它是 也是能量的一种形式 它好像是以波的形式在传播的 波也是一种能量的 就是能量导致的 波是这个声音的一种传播方式 但是现在很多有两种理论在说 光到底是一种波呢 还是光是一种粒子 很微笑的粒子 好像这个问题还有争论 应该是粒子 还是波 我感觉是波吧 我也不知道 那应该是物理学家研究 声音来自物体的震动 是不是这样 弹琴不是也是那样的 弹琴 弹琴 就是波动琴弦 一波动就出声 对 物体的震动 当物体震动时 会来回的晃动 这样它就会产生波 然后这个波在空气中传导 我们就会听见 实际我们的说话的时候 嗓音也是那个嗓子 那一地上有个膜 在那地方震动 然后它产生波 我发现有一种按摩器 就震动得很厉害 就会发出大声 有时声音非常微弱 有时即使你的耳朵听不到 但它也是存在的 好 想呼吸 呼吸 是 心脏跳动 下节我们讲 声音是怎么样发出来的 当一个物体震动时 物体周围的空气粒子 也在震动 空气粒子的这种震动 形成声波 嗯 声波 震动的物体 发出的声波 传向四面八方 同时 声波携带着能量 能量越强 可能传播的距离会越远 嗯 越低的声音 那些波就离着越远 越高的声音 那些波就离着对方更近 声波 声音传播 需要有介质 嗯 空气里 看起来什么都没有 但实际上 它是有很多微小的空气粒子 组成的 这些微小的空气粒子 随着 声波的 能量 震动 震动 通过空气粒子 来传播 进入你的耳朵 那么 我们的耳朵是怎么样能听到的声音呢 声音传到耳朵里 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看耳朵里面吧 声波进入你的耳朵 撞到 叫 骨膜上 然后震动 骨膜是耳朵里的一块柔软 半透明的 薄膜 就是这个 声音一碰到它会不会震动 声音穿过耳朵里 这条通道到达骨膜 就像当那个骨 我们敲骨那个骨 就像那么一个膜 声音 使骨膜就开始震动了 骨膜震动 又会引起里面的小骨头的震动 这些小骨头把声音传送到耳头 深处的一个叫耳窝的弯曲的管子里 像窝宁那个 耳窝里呢 充满了液体 这里还有液体 声波在液体中传播时 会使里面 细小的毛发弯曲 弯曲的毛发 促使神经向大脑发送信号 就是给听觉宗书 发送了信号 你的大脑接受到信号 就会察觉出声音了 很奇妙 我们通过亿万年进化 有了声觉 我们好像进化的时候 先有了耳朵 后有了眼睛 声音的传播 声音可以穿过各种物体 固体 液体和气体 但是声音在固体和液体中 传播的速度 要比空气中要快 这个很奇怪 给我们原来的印象 会觉得在空气中要快 但是没想到 它在固体中和液体中 传播的要快 有可能因为那个水 你感觉到那个声音 就会震动 震动得很厉害 那么就说 鱼会比我们能更提前听到声音 地震也是 那些狗啊什么 耳朵趴在地下 也比我们听到更早的声音 那么那堆狗呢 怎么看羊呢 肯定是能用耳朵听 看他们睡觉的时候 都把耳朵贴到地上 随时警惕 那是因为呢 固体和液体中的粒子 比空气增大更密集 你的耳朵 是不是听到了某些声音呢 你知道吗 外太空是没有声音的 猜一猜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外太空没有空气 所以没有粒子可以震动 传播不了 嗯 嗯 外太空真的是没有声音呢 还是我们听不到 我们的耳朵听不到 我觉得外太空会有声音 外太空有声音 就是传播不了 传播不了吗 你看外太空 我们认为那个是真空 可能那不是真空 就像鱼 不知道水的存在 我们 几百年前也不知道空气的存在 也以为这是一个 我们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 但它确实有东西 所以外太空 也有一些例子 是我们还没有发现的 比如说反物质 所以没有粒子呢 但是暂时呢 就是我们能听到的声音呢 都是需要有空气 或者是介质来传播的 嗯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听不到 我们能听到的声音 所以没有震动就没有声音 没有那个传导的戒指 也就没有声音 声音的吸收 我们看一看 现实生活中 好多地方我们都要 涉及到 声音的吸收 有些 物体的表面 可以散色或吸收声音 让声音变得微弱 比如这些 舞台上的木 这些木呢 散色并吸收了 后台的杂音 所以呢 只能 这样呢 观众呢 听到的 演出的声音 而不是工作人员的对话 就是这些木啊 那些很厚的布 一层一层的 所以会把那个声音给吸了 吸走 说你只能看到 前面表演的这个人的声音 而他旁边和后面的声音 你是听不到的 嗯 有些地方 比其他地方 更需要 吸收声音 比如录音棚 比如影剧院 还有舞蹈的俱乐部 再见的 都要考虑到对声音的控制 比如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录音 你看我们家要做录音的时候 都把墙上挂些布 啊 就样子没有无音 啊 影剧院也是 影剧院的时候 你要发现 它那个墙上都用特殊的一种材料 叫吸音版 上面有很多小孔 嗯 原来我们那个单位 我刚毕业的时候 去的那个单位 那个单位呢 就有一个影剧院 不知道这位先生从哪儿搞来的徒子 把影剧院做出来之后呢 一放电影里面嗡嗡的响 呼音特别大 嗯 后来没有办法 又经过了二次改造 把墙壁上 后面 上面什么 到处 都贴上了吸音版 那样才好了一点 但是还是有点归音 啊 所以就是设计的时候 可能它的形状都有关系 啊 在音乐厅里 座位上的垫子 是可以吸收声音的 即使座位没有 坐人 他吸收的声音 也和有人坐 是一样的 就是在音乐厅 或者影剧院 那些座 你看 座位 它的材料都是很特殊的 啊 它是有吸音功能的 这样无论音乐厅 是只坐了几个人 还是坐满座 听到的声音 都是一样的 不会有呼音 啊 太精彩了 所以 影剧院 就会我们会听到一个真实的声音 啊 不是杂乱文章 不会有呼音 回声呢 是怎么样 产生的呢 有些物质表面 能反射声音 当声音反射 回来时 我们就可以听到回声 回声 这个东西很重要啊 你看我们再继续 看下面 比如 当你大喊 大声叫嚷时 你的声音在空气中 上四面八方传播 当声音第一次 到达你的耳朵时 你听到的是 嘴发出的声音 人类只有在 某种特定的地方 才能听到回音 比如在一个山洞里 这个山洞 你要在里头一喊 它就有回音 当声音触碰到 洞穴的墙壁 它会反弹过来 反弹回来 那会像有两个声音 对 一个是你在那叫 然后呢 另一个人呢 跟你差不多一样 都叫回来了 对 所以第二次到达的 你的耳朵就是回音 好 比人类 听力好的动物 更善于聆听回音 有些动物利用回音 来导航和捕猎 比如蝙蝠 海豚 还有鲸鱼 都是利用回声来定位的 蝙蝠能在黑暗中 看到声音 蝙蝠发出人耳听不见的 高频率的超声波 然后聆听反射回来的回声 蝙蝠用这种方式 测量出 它到洞穴壁 或者是猎物之间的距离 它发射出了一个声波 那是高频的超声波 然后遇到那个动物 或者是遇到岩石 遇到不同物体 它反射回来的是不一样的 它根据反射的这个速度 大小 它就能判断前面多大距离 存在什么东西 所以它是晚上出来 逆时的 也可以看 也可以听出来 那个东西有多大 像如果抓虫子 或者猎物 一个吃虫的蝙蝠 不能抓太大的 不然塞不进嘴 不是吗 它大小也能判断出来 它根据反回来的这个 所以蝙蝠的耳朵特别大 它是靠这个听力来生存的 听力来生存的 大象的耳朵也挺大 所以它也是靠听力来 做一些判断的 就是人也是 人呢 耳朵越大的人 越聪明 多听 不是 你看那个聪明的聪 就是一个耳朵 耳朵旁加一个总 总的来说 耳朵大就是聪明 耳朵大的人是聪明 注意 所以盘见一个人聪不聪明 要看看他的耳朵大小 海豚但是耳朵小的人 记忆力好 他们的记忆力好 所以考试 他反正能考出好成绩 他记忆力好 因为考试就是考记忆力 大象也是 大象不参加考试 大象聪明 大象很聪明 大象是记忆力好 记忆力好吗 好 也聪明 海豚和鲸 使用回声定位 来感知物体和其他海洋生物 海豚和鲸 都是靠这种声音 发射声音 然后探测回声来判断 和感知其他物体 还有其他海洋生物 人类已经开发出了类似回声定位的工具 声阿是一种利用声能在水下发泄物体的系统 声阿是一种利用声波在水下传播的特性 通过电声转换和信息处理 完成水下探测和通讯任务的电子设备 声纳发出一声 拼 然后等待接收回声 他发出一个声音 然后就等待接收那个回声 看那个回声回来的时候 都是多少距离 大小 这样就能判断前方是什么东西 声纳通常与一些设备配合使用来寻找潜艇 但这并不是它的全部功能 还有海底的撤绘 定位鱼群和追踪鲸鱼等更多的功能 所以现在海上渔民 普鱼要比原来简单了 他们用声纳来探测鱼群 这样呢 鱼就很倒霉了 所以我们的技术每先进一步都会给那个自然界的其他物种 造成很大的伤害 我原来在青岛沙口的时候我们住在那儿我看 有一次我看他们 不止一次看他们在河里头捕鱼的时候 他们用电网垫 那样就会造成大鱼小鱼全部被垫死 所以那条河就会几年内绝肿了 是非洲还是澳大利亚那里有一种树呢 那个树皮呢 那个树皮可以用的做茶水 但是首先得把那个毒给洗掉 那个毒呢 就是在小河边洗掉的时候 那个木头 那个树皮可以带回去喝茶 然后那个鱼呢 就倒霉了 那种毒可以比较把他们给垫死了 所以我们人类应该是其他动物的共同敌人 然后一垫死的时候 那些人就把鱼带回去回家吃 所以我们 我就越来越觉得我们人类是最可恶的 或者恐怖 最恐怖的 最坏的坏蛋 所以呢 应该有一些制度来保护动物 好了 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接着学习吧 有些防盗报警器是用超声波来探测物体的移动 嗯 这个 下面这个 这个就是 超声波的探测 这还有是摄像头 超声波是一种声音 它的频率高于人类的听觉频率 我们听不到 所以呢 医生用超声波就叫那个B超 机器能检查你身体的内部 它这个波呢 能够穿透你的身体 嗯 穿透 然后看到 你内部的 影像 靠它穿透之后反射回来 然后 就可以 把内部 反映出来 当然 它是黑白的 嗯 也有3D的 嗯 对 也是3D的 下面我们继续讲声波 声波的形状 反映出声音的质量 声波的形状 很像 波浪 就是你把一块石头 投到那个水里 你就看那个水 上面那个 水纹 是一圈一圈的 向外扩散 是吧 声音也是那样 声波也是那样 啊 声波的形状就像那种波浪 嗯 它有高点也有低点 嗯 它有高点也有低点 那个高点呢 成为波峰 那低点呢 就叫波 啊 就像山谷 那个谷底啊 呃 波峰表示 声波中 粒子 最密 集的 区域 它波峰呢 那个粒子 就是最密集的 而波谷呢 粒子 就相对小 最低点呢 叫波 波谷 波谷表示 声波中 粒子 最 稀俗的 数 稀俗的 区域 看 波谷呢 它的粒子就要少 波峰呢 粒子就要 密度就要大 啊 这样的 向外传播 啊 它们以波的形式 传播 不是这些的 声波 就像玩具的 弹簧线 让弹簧线 滚下楼梯 你会 看看会发生什么呢 弹簧线 线圈 先是被挤压 然后又拉伸 弹簧线圈挤在一起时 就是波峰的样子 弹簧线圈挤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波峰的样子 弹簧线圈拉开时 就像波的样子 音量变大和变小 你知道 特别 振耳的声音 是什么样的呢 声音 大的 音量大的声音 产生很多能量 振幅 反映 声波中 能量的大小 振幅 幅度 能量大小 就是 看 振幅越大 这个波 之间距离越大 波的能量就越大 那么 传播的越远 声音就越小 有些声音 你几乎听不到 比如一个针 掉到了地上 那个声音 微弱声音比 响让声音的能量 要小 音调变高和变低 就像我们弹琴 那几根粗线 和细线 音调可以高 音调也可以低 你有没有想过 是什么样 声音的音调 变高和变低呢 那就是 频率 高声低声 是因为频率造成的 频率是在某一个时间段 声波经过一个 一定的 特定的点 数量 频率 就 啪啪啪啪啪 走过的数量 路过这个点的数量 它越多 越密 它的声音 就是 频率就越高 物体振动的 越快 频率就越高 振动的越快 频率就越高 频率决定了 音调的高低 你看我们那个弹琴 琴拿过来 音 高音 调比低音调的声音 频率高 狮子的 吼叫是一种 低音调的声音 小鸟的叫声 是一种高音调的声音 你看你这个出现 就是低音调 细线 就是高音调 出现呢 为什么是低音调呢 因为它 振动的频率 就要比这个细线 要慢 这个因为它太粗了 所以太笨 它振动的就 比那个细线 就要慢 你看细线 它振动了 你看这根线 它振动的特别的快 而出现呢 你再看看 这就是低音调 它振动的就慢 所以这个 低音和高音 就是看它的振幅 来决定 到底是高音 还是低音 频率的单位呢 是赫兹 你可以用 试波器 来测量声 来测量声音的频率 你看 有一种设备 叫试波器 就是这个样的 它可以把声音 的波 反映在这个显示器上 这样你就可以 直观地看到 它的声波 形状 这个叫试波器 表达上 试波器是一种 可以显示 声音波形的设备 这个很奇特 有了这个设备 我们就可以看清 赫兹表示声波 每秒钟周期 一赫兹 就是一秒钟 它振动一次 就叫一赫兹 大部分人的耳童 能听到 二十到两万赫兹的声音 二十到两万赫兹 就是一秒钟 震动两万次 和一秒钟 震动二十次 这个范围内的声音 我们耳朵是可以听到的 如果呢 载快 或者载慢的时候 我们的耳朵就听不到 我们耳朵是有限的 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 听到的高频率声音的能力 会逐渐地减弱 所以我们年龄大了 我们那个耳膜 它震动的能力 也在下降 所以对于高频的东西 听到 就是越来越低了 助听器 是可以帮助听力损失的人们 听到声音的 助听器 所以年纪大了 或者声音听得不好的 他们就只好选用了助听器 所以那些年龄大的人 有的人眼睛不好 有的人就是耳朵不好 都需要借助助听器 许多动物能听到 更高或更低频的声音 这些声音是人类听不到的 大象通过地面传播 低频率的声音 和震动来进行交流 组织群体的行动 这样即使他们走散了 也能通过这种声音 找到彼此 他们就那个大叫 在地下 这样使你踩 使你跺 这样的声音 就可以传播很远 让其他的大象能听见 口哨可以发出一种 人类听不到的 高频的声音 这就叫口哨声 但狗能听到这种声音 有些动物听到一些人类 很难听到的 微弱的声音 有一种昌鹅 就是那种猴头鹰 能听到猎物轻微的移动声 可以 所以它可以在 完全漆黑的环境中 抓到猎物 为什么 学习声音 人们从古代就开始研究了声音 如今 科学家 把声音的各种知识 应用到许多的领域 所以声音也是一个 很奇妙的东西 可以研制出各种 超声波的设备 探测仪什么的 超声波可以用来 清洁 精力的仪器 用声波来 那些仪器太复杂了 在里面 人不好到达 也进不去 那么就发射超声波 把那些脏东西给摧毁掉 它也可以用来帮助伤口愈合 用超声波 用超声波去造色 可以帮助伤口愈合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理 用超声波造成伤口 可以帮助它们愈合 通过声音 人类能够撤回出海洋深处的图像 就是发射 看看多深 发射声波 然后它再返回来 根据它的大小形状 时间返回的距离 来测定它有多深 就能把海底的图形 绘制出来 一个立体的图形 就可以出来 科学家们利用声纳 发现了广阔的水下平原 山脉和火山 这只是 声音的一部分用途 也许你能想出 关于更多的新用途 期待大家的发现 这就是声音